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这里不仅缺水 交通不便 并且还战争频发 从自然环境上看 这里似乎并不适合人们长久居住 但是在景形的大山深处上百个村落密集分布 人们不仅选择在这里定居 并且移住就是好几百年 那么景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之处呢 景形位于太行山中段山间盆地之中 河北省西部 距离石家庄52千米 景形地势西高东低 境内山峰林立 沟壑纵横 曾经有两场著名的战役 使景形营扬天下 这就是发生于公元前204年的悲水御战 和1940年的百团大战 去历史记载 景形一直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山区 这里大山纵横 气候干旱 年平均降水量只有558毫米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 就在这个偏僻地色的大山深处 却坐落着上百个古朴宁静 历史悠久的古村落 这其中有很多村庄都有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历史 虽然景形的自然环境并不优越 但是这里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繁荣 这使得景形在很多研究者眼里 显得格外神秘 为探究景形自然生态 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关系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景形实地考察 而景形古村落 便成为科考队的第一考察目标 初入景形 记者看到 许多村落依山而建 参差错落 规划有序 高大气派的门楣 小家碧玉般的宅院 大小石头铺就的村中小路 宽宽窄窄 向不同方向延伸 经过数百年的光阴 铺路的石头 已经变得圆润光滑 但都干爽洁净 这一座座山间村落 就像洗尽千华的妇人 虽不华丽高贵 却流露着参透人间冷暖的质朴与平静 向导告诉我们 这些村落的名称都非常有特点 主要有两种 一种含脑字 如西脑 吴家脑 马脑 另一种是以姓氏命名 像梁家村 瑜伽村 吕家村 等等 这些名字的背后 似乎都隐含着 他们各自不同的幽远往事 科考队考察的第一个村庄 是位于景行县城西南 二十三千米处的梁家村 刚刚走进村子 一阵喧闹的锣鼓声 吸引了科考队的注意 一些身着细服的人 正在随着锣鼓的节奏打拳 原来村民们正在演练的是祖辈自创并流传了六百多年的鹰脑拳 收盐生发 血性药部 机场加急 钢流病急 这是咱们英诺圈的特点 血性药部 是指的车数 怎么办 你得到他都知道吗 您都大岁数了 七十六 你也会议的鹰脑拳是吗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鹰脑拳啊 我认识的 十几岁是吧 村民告诉记者 鹰脑拳是梁家的祖传权术 相传 本村的梁氏家族是娘子官一位将军的后代 当年梁家仙人融合吸收了很多历史名权的精华 创建出了鹰脑拳 武将家风世代相传 梁家村习武之风 保留至今 从前到有习武 学鹰脑拳 这好像是我们这个 梁氏家族一个 不乘风的规矩吧 你今天多大了 九分 学这个学了几年 两年 自己想学还是家里面那里学的 对这套鹰脑拳 梁家后人很信心 每每打拳时 村民们都要身着古装戏服 还要画上不同的脸谱 村里这位老化妆师告诉记者 鹰脑拳是通过十三个章回故事来演绎拳路 为了使故事中的人物更加生动形象 打拳时身着戏服画脸谱 再以大鼓大锣作为伴奏乐器 拳术动作随着故事情节推进 非常具有表演性 这套包括了 勤拿格斗各套路的鹰脑拳 遇到有外敌入侵时 用来保卫村子 平时可以强身健体 而每到节序活动 他又成为精彩的武术表演 化妆 伴奏 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方式 与武术动作结合在一起 梁家村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民间文化 村民告诉我们 梁家村起初叫鹰脑山庄 据说这个村民源自于这里特殊的地貌 六山九嘴绕山庄 就是对村子地形的描述 六山是说村子四周有六座山 九嘴指的是九个形似鹰鹉的山嘴 鹰脑山庄的名字便因此而来 后来到了明朝初年 梁家人迁到这里之后 同宗同姓的梁氏家族人口占了大多数 于是就改成了梁家村 那么梁家村的地貌 果真是六山九嘴绕山庄呢 克考队决定到村子附近的一座山上 去看个究竟 站在梁家村南面的山上 村子的全貌尽收盐底 梁家村北高南低高低错落 以山势建在了低洼的小盆地中 站在山顶 克考队并没有看到传说中描述的 六山九嘴绕山庄的地形 对此村民解释说 经过几百年的挖山修路和开垦农田 鹦鹉状的山嘴现在已经很难辨认 但村庄四周环山的格局却没有大的改变 远远望去 山奥中的村庄显得宁静而安详 据说六百多年前 梁家祖先从山西平定县的娘子关迁到这里 一住就是六个世纪 那么是否这里有宽广肥沃的土地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吸引他们在此常住久安呢 村民们的回答否定了这种说法 从外地来此工作 刚满一年的住村干部吴立宁告诉记者 梁家村这个地方过于偏僻和封闭 仅仅还在十多年前 许多景形县城里的人竟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可是恰恰就在这个偏僻的山村 作为外乡人的老吴 却在村中发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现象 我把这个门关上 我看能不能打开 这还不容易吗 这就是一般的木头门吗 是吧 你看看试试 还真是打不开了 这上面没有东西 我也没看到你怎么着 您看看这 来你转过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里面没有什么呀 我觉得好像很光滑 里面没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习惯在这 你看啊 从这往上一推 往里开了 为什么呢 你看 这个凹槽 这个凹槽 这让记者对梁家村顿时产生了许多疑惑 在这天僻的大山深处 左邻右舍都是同宗同族 邻里之间长期相处 为何要设计出这样复杂牢固 机关重重的大门呢 老吴说 这些特殊的设施并不是为了防范相邻 而是战争来临时的一种自保措施 许多人家都在自家的院子里 设置了类似的防御机关 可见 梁家村受战争侵扰 并非偶然现象 那么 在梁家村如此偏僻的地方 怎么会受到战争侵扰呢 在梁家村看到的现象 人科考队产生了很多的困惑 通常啊 自然地理因素 如地形和气候 会对人们环境 以及剧路形态呢 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么科考队在梁家村的所见所闻 与这里的地理环境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人们选择在此定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那些名字中带有脑子 和以姓氏开头命名的村庄 这些名号的背后是否会隐藏着一些地理或者人们方面的奥秘呢 于是科考队决定对另几座村庄再进行一番深入调查 向导告诉我们 景形县西南 二十千米处有一座瑜伽村 颇具特色 刚走到村东口 一座三层牧师结构的阁楼 呈现在科考队面前 十墙十壁 十拱十柱 阁楼没有打造人工地基 而是直接建在了山根石上 快快去时拔地而起 从下到上完全是打垒而成 虽然粗糙 却不失匠心 脱为壮观 请了解 科考队得知 于家的祖先 竟然就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于谦 于谦一生清正廉洁 刚直不阿 最终却被以抑郁谋逆的罪名杀害 留下了千锤万枣出身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焚骨碎身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坚固绝唱 有以前被杀以后灭九族的 说咱们这个村子 现在就是长孙又倒流下来的 他必然逃在这以后 就以重力为生 说又是狼 又是狼 便利都是这些野兽 因为这比较避难 所以四面环山 中间它是个小盆地 又容易隐蔽 于大姐说 他们祖上最初逃到这里时 只能与木石居 与鹿石游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地也没有 什么水都没有 立法生存 尽管自然条件并不是一生火 但于家人依然选择再次留守 并找到了生存下来的窍门 他们就地取材 用附近山上的石头建造房屋 剩下的石头便用来铺路 经过五百多年的磨损 这些石头小路变得洁净光滑 古意盎然 此时 于大姐告诉我们 其实 这些石头铺成的小路 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它还承担着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你看 它这街上的水呢 它形成一个小水道 缓缓地流到这 然后这呢 它有一个井口 这个下水口 你看 把这个石头一拿 这有一个下水口 然后水呢 顺着水口流到院里边去 院里边有旱井 就存起来了 这是在街上 街上收集街水的 就家里边灌满了以后 可以流出来 它家里边能进去 来灌满那个 然后一直往下流 那就是在街上 可能有很多这样的 很多这样的小水道 对 这是把家里边排水的 原来 因为于家村常年缺水 水资源十分宝贵 就连降落在街道路面的雨水 村民们也是非常珍惜 由于村子是依山市而建 流淌在街上的雨水 从高到低 顺势流向各家各户的警教中 于大姐说 自建村起 家家户户都修有警教 有的人家 甚至有两三口警教 这些警教一般深约十米左右 每一口警教能蓄水 大概五六吨 即便如此 警教储存的水 依旧满足不了 实际用水的需求 它这儿也是一个井 你看这个井 你看 它也是成绩雨水探紧 你看 好深 对对对 好深 还有水 它的水呢 生在 然后排下来 流进去 然后你看这儿 它是上方 这儿有个水稻 从上面的水稻 水稻流出来 然后经过这个小 哎 经水眼 然后把水流进去 从那个眼 对 流到汉井里边来 对 这是接雨水的 所以说呢 我们村汉井比较多 已经达到了七百眼井 全村有七百眼井 对对 七百眼井 咱们把生活就靠这些井了 一千六百多口人的村子 竟然有七百眼井井 几乎两个人就拥有一眼井 可见井教密度之大 村中除了各家院子里 路边 长坝 井教也是随处可见 形成了一个井教网络 村民说 建村初始 于家祖先就对井教蓄水用水非常重视 清乾隆三十九年 村里定立了一个柳池禁约 禁约规定 禁止偷水和浪费水资源 对村里的孤老幼 用水要特别照顾 一般人们定立条约 都是针对比较重要的事情 以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 而小小的于家村呢 对用水也要定立禁约 可见人民已经把水 做一种重要的资源 因为环境的先天不足 为了适应生存 山里的人们一直在调整着与自然生态间相互平衡的关系 缺水本来是自然给这些历经艰辛流落相间的人制造的难题 但是智慧的人们却巧妙地绕开了这些困难 一些与水相关的规则设施 与古一盎然的村落 交融成了不可分离的整体 于家村的柳池近月 给人们留下了相当多的思考 那接下来 可考对要考察的大梁江村则是另一番风景 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大梁江村在井行县城西南三十五千米 是一个处于群山环抱中的村庄 这里有完整的明清建筑群 青砖壁靶 木制门窗 狗拱飞檐 古意盎然 村中用青石或鹅卵石铺就的小路 纵横交织也有韵味 我们现在住在这个院子 就是那个屋敌人 他主要是住在这个院子 他这是个标准的四合院 三面是两层 来面是一层 一层呢 他这样不应想采光 据导游介绍 大梁江村始建于原末明初 旧时这里属山西平定府管辖 1959年跨归到了井行县 这些古朴辉宏的建筑 吸收了山西民居的特点 被称作是 禁忌合璧 桥彩精华 由于这些宅院 多是在外经商的晋商回乡所建 因此人们又称这里是河北的桥家大院 但是 最吸引科考队关注的并不是这里古风古运的建筑群 而是村里一套颇为神奇的设施 据说大梁江村人口密集 恰恰因为有这套设施 家家户户上下水通畅 几百年来 从未出现过水道堵塞地面坍塌的状况 据何克宁介绍 这个类似隧道口的石洞 全长大约四百米 有一人多高 是村里总的下水道排水口 分别与各家各户的下水道相通 但是 它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 由于大梁江村地处太行山脉的沟壑之间 遇到夏季多雨季节 山洪频发 对此 先辈们在建村之初就做了精心的设计 下大雨的时候 它可以排红 红水 也就汇集到这里面 不会进入到家户里头 然后各家各户的脏水也会汇集到里面 同一个这边 汇集到一起 一个管道就出来了 下大雨的时候 相当于一个泄轰的一个功能 然后平常的是拍屋的功能 还有一个功能呢 比如说有战乱 可以作为地道 那这些水流到这以后 又往哪流了呢 直接就村口就流出去 流到外边 就出村了 一条下水道 竟然身兼三个功能 可见当时设计者考虑至周全 科考队在村子里 还发现了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半圆形洞口 何克宁说 这个洞口就是下水道的入水口 它入口为什么会射到这呢 因为对于现在来说 这个位置 我们站的这个位置 可以说是这个大村子的一个中心位置 也是几条街交汇的一个位置 而且它相对的这个位置呢 相对的四周位比较低 所以说呢 把这个入口射到这 当山洪爆发时 从四周高处倾泻而下的洪水 汇聚到这里 顺势流进这个将近一米高的入水口 再经下水道流出村外 除了这套完整的排水设施 村里的蓄水设计也是颇具匠心 这个村子里面那个井非常的多 这个菜园子里面还有那家的那个电舞厂上 还有旁边到处都是井 可以说虽然这个比较旱的这个地方 家家户户都会有井 还有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可以看看 它这个井口非常的小 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 哦 还挺深的 你起来 你起来你的手 还得扒下来 我的力量还不一定能扒下来 它这个井盖有点像蘑菇 看见了吗 对 它这儿有这个扒手 刚才摸到了 这个井口特别小 为了安全嘛 因为它到处是井 孩子们要来回走的时候 不那个什么 你看它这个连一尺都不到 这个直径 对 井口很小 而且它有每个都有盖子 这个呢比较特殊 它这儿盖的呢 外边的脏水不容易流进去 它是一个蘑菇状 对 拿起来也方便 何克宁告诉我们 井盖设计成石头蘑菇 是有充分考虑的 这样体积和重量的石头 幼小的儿童根本无法搬动 因此也就避免了顽皮孩子 轻易搬开井盖掉落下去的危险 因此村里虽然水井密布 却完全没有安全之忧 造型独特的井盖设计 使人从细微之处 见到了大梁江村的人文关怀 科考队在井行走访了几天 对于这里以山地为主 兼有山间盆地分布的地形地貌 和人文环境有了初步的了解 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 为什么会有战火纷争呢 人们在这里发动战争 是为了争夺什么呢 一个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的地方 又为什么会引来人们在此定居呢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明天再见